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 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已经做好武统的准备 谢谢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 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这是七世代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历史定论 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古著兄弟和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 以最大的诚意来去追求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也是坚定不移的 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 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谢谢 manager 今日法定理 结兆 于 家 亢 援 和 節